半夜兩點多 穿短袖上衣的男子 翻過馬路安全道 搖搖晃晃的 走到加油站 員工上前關切 但男子話也說不清楚 不停翻包包 拿出藥罐 說是要換零錢 讓員工嚇得倒退幾步 最後男子轉身離開 留下員工一頭霧水 但幾分鐘後 他卻出現在這 停車 下車 先下來 你車子撞到旁邊了啦 你先下來 男子坐在車上 似乎是睡著了 看到員警還標罵髒話 警方立刻將人壓制 聞到濃濃酒味 我們要給你管束啊 沒有啦 你這個泥醉 不給你管束不行啊 靠一下 原來這名36歲張姓男子 17號深夜 和朋友去吃春酒 但喝醉了 先是在台中市 進化北路上的加油站大鬧 接著回一旁住家 和朋友不停拉扯 最扯的是 他還想外出 跑到地下室開車 狂撞車道牆壁 警方擴報後 緊急到場處理 他們環圍住宿 那個相信 腳後 執意要駕車外出 找朋友 再喝酒或是聊天 這個原因帶茶 酒最難 遭警方帶回警局 酒廁值超標 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事發後 他的多名友人 還衝到派出所關切 原先開心喝春酒 竟演變成脫序開車撞牆 還得吃上行責 樂極勝悲 記者蓮家慶王百英 台中採訪報導 酒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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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廁所